在生医学火红看准台湾发展生技 日商来台找机会 拜会副总统陈建仁 日本生技大厂要把产品引进台湾 独门技术细胞层片培养 用病患自己的细胞经过层片培养 移植到心脏受损处 不止心肌就连食道软骨也能应用 职产业先驱也经过低潮期 在生医学市场有多大 估计到2050年光日本的规模 就有2.5兆日元 而放眼全球高达38兆日元 高龄化社会来临 引发族群的增加 让在生医学的商机越来越大 三星文胡克强 吴凯中台北上报道